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能还有一两个小的 当时就是二十一二岁 那您当时对于政协这个组织 知道是干嘛的吗 当时我不知道 当时我不知道 我最关心的是建设国家的会议 光知道那么个情况 叫我去参加 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宣好 我们那个台湾队 给我的任务就是这个 1948年5月 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 发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这一号召 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为了体现中国第一届 政治协商会议的广泛性 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党中央提议 台湾高山族的代表也不能缺少 选举的标准 选举的标准 那就是要推进 能够代表高山族的要求 就是能够比较更多地考虑 高山族的问题 能够把高山族的希望 提交给中央 如果就是要选出这样的人 这样的一个政治 那党代表 田富达出生于台湾新竹 父母早逝 为了生计 16岁那年 田富达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后来跟随国民党部队 来到中国内地 参加首场战役的时候 田富达在山东渔台被俘 就这样转投了解放军 1947年 跟随二爷转战的田富达 在刘伯城邓小平的指示安排下 同二爷的其他高山族战士 一同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 于是当时的华北军政大学 变成了高山族战士集中的一个地方 当时 专业同志 他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名义 提出了台湾人民 用什么方式来参加这个会议 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统战部长 李维翰同志 告诉了周恩来同志 说台盟可以 台湾民主制同盟 他是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 所以李维翰部长的建议 周恩来同志 台盟排代表比较合适 当时的华东剧 跟台湾民主制同盟 在上海协商这个事 华东剧在上海 所以他们在上海协商 协商的结果 当时计算中央分配了台湾的五个名额 再加一个后部代表 一共六个名额 五个正式代表的名额里边 中央规定 一定要指定给高三子同胞 一个名额 1949年7月 华东剧和台盟经过协商 最终把这一名额 交给了华北军大台湾队 当时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里 共有16名高三族学员 田富达被推选为高三族的代表 我一直在那边是当班长 或者是学习的班长 在高三族学院里面 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 机会比较多 因此我在学习运动当中 多次留个顾 因此大家还是希望我能够当这个代表 把他们的意见带到中央去 就这样就推荐了我 16个当除了我以外 他们多数的人都推荐我当代表 就那么参生 尽管开会的通知 已经早早发到了田富达的手里 但是学校领导考虑他初次去北平 普通话说的也不好 为了安全起见 还特别为他指派了专人陪同前往 原来主要是奉陪我们在北京发展住 但是北京发展一个是离台梦所在地 还得要摇一段路 所以干脆台梦的主席这些后讲运我们 还是住在港门活动20号 这样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开会 活动比较方便 天天可以见面 我们最后还是跟大会的总部门写上的结果 他们同意我们住在港门活动20号 这个地方是台湾通乡会 台湾通乡会的会馆 我们就住在那里 1949年9月 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学商会议的代表 从四面八方向北平会集 田富达和所有与会代表一样 即将成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人 他们将代表四万万同胞 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变化 当时是1919年的9月下旬 参加全国政协的第一届 当时叫中国人民政治学商会议 第一届传题代表会议 当时不是还没有委员会 因为刚刚开会 开完会以后才选出了 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务委员 以及主席副主席 那个时候才有政协委员 所以当时都是代表 都是作为代表出席的 我是作为台湾民族支持同盟的代表之一 五个代表之一 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决定了新中国的命运 将来我们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要做什么样的路 参与新中国大事 20岁的田富达畅所欲言 我看到毛泽西也故障 所以我刚才下来以后 到毛泽西那里给毛泽西我说 我很感动当时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带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名 年级20岁的田富达 参与了委员代表的选举 当时的政协跟现在的政协 资农不一样 当时是带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资农 因此当时我们考虑的 一个是要把滚通纲领 将来我们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要做什么样的路 要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 它的经济 各方面 考虑的问题多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要选择一个 这个能够带领我们 做好这一条路的领导人 法轮士互相之间 这个组长啊 他们考虑问题 认为跟哪一个组交流比较好 他就跟哪一个组联系 然后呢就一起开会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他一半就比如说大组 有时候有共通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政协代表的参胜情况 这个又 刘维汉汉部长呢 当时他是统长部的部长 又是朝委会的秘书长 请我们来介绍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当领的分组讨论过程当中 田富达参与最多的 是关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 新中国经济体系的确立 不仅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命运 也决定了当时众多小企业主 和手工业者的个人命运 我们都是 都是在台盟那个范围里面 讨论的 别这个大会发言呢 都是一般都是 我们比较参与多的 一个是 在共同纲领里面 关于这个物中经济 当时除了中国的经济 就是要物中经济 发展物中经济 一个是国营经济 合法的工商业企业 就是私营企业 食人企业 还有一个手工业 还有一个农业 还有一个合作企业 这个这物中企业 其他呢是属于非法的 除了土地盖家 以外它还有个工商业 地主的工商业 那是属于没收的 埋伴资本要没收 这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呢 属于合法的我们要保留 但是它是属于为侵略中国 服务的这个 这个一定要没收 但是呢把这个经济 哪是要保留要发展 哪是要没收 都要有个具体规定 食营企业的这个代表呢 在我们发表的意见比较多一些 他们也很关心这个事 就是说食营企业要不要保留 他们有好多顾虑 后来这一件事以后 他们都非常满意 食营企业要保留啊 不仅要保留啊 而且要发展啊 游戏发展啊 而且要游戏发展 当年田富达虽然只有二十岁 但是他曾经亲身经历 高山族人民被侵略者欺压 凌辱的苦难日子 也深刻地体会到了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作为当时唯一的高山族代表 田富达迫切地希望 高山族人民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那个发言对吧 主要是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 让台湾人民能够更快地摆脱美国 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 所以很希望早一点解放 然后给我们在经济上复制 这个文化呢 这个文化呢 帮助呢 发展文化 文化事业 当时我们 就我 从我来说呢 当时民族问题呢 就是能够解决这三大问题吧 反正大家都 最后大家都故障了 所以因为故障 我看到毛泽西也故障 所以我赶紧下来以后 到毛泽西那里 给毛泽西握手 我很感动 当时就是 一方面感动 一方面也赶紧 找毛泽西去握手 刚才中央的关系 他亲历了国歌 国旗的选意过程 五星风起 在长得见到下 中国 中国革命人民 把团结 他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 毛泽西在这些开幕式的时候 就这样做 就中国人民出自 站起来了 这个也是很感动的 当时我们都流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为新中国的诞生 做着方方面面的准备 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歌 国旗 成为代表们关注 和讨论的热点之一 各位代表 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 代表黄河 利益鲜明 赞成的 请举手 我反对 从美学观点 父子三十二号 高出一场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 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 第一轮被淘汰 我又把他提了上来 是因为这个设计 充满感情 当时就是国旗 在大会上的经过讨论以后 最后宣中了 宣中了现在的这个五星红旗 这个方案的这个提案是不错的 一间呢 先是小组里面开 然后呢 有一个国旗政纪小组 他们专门告一审查 政纪呢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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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提出方案 想在他们那里通过 然后呢 到大会上 面对众多的国旗方案 代表们各说几件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1949年9月25日晚 在中南海封泽园会议室 又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 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 参加会议 最终意见得到了同意 田福达也是参与了 这次协商座谈会的议员之一 当下来的 杜州立在那边 讲了一次 找我们介绍 哪一个方案 好 为什么要选中 五行哄期 这个方案 杜州立讲了一次 那个呢 以这个住为中心 然后别的人呢 只有参加 谁愿意去听 就都可以 到了最后呢 慢慢经过互相讨论以后 最后的意见 毛泽西归纳了一下 无形风气在党的电脑下 中国革命人民打团结 用这种方式 所以最后还是提出了 还是采用毛泽西归纳 毛泽西归纳了大家的意见 还是用这种来形容 我们叫无形风气的意义 国歌的选定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筹备会虽然收到了 632件应征稿 歌词歌谱6926首 但都不够理想 国歌也是经过大家考虑 都认为没有应用清新居然好 所以西归红好像也提过这个建议 目前现实我们的国家 还没有完全独立 还没有完全独立 而且还有帝国最欺负我们 作为当时三座大县 三座大县在齐亚中国人 我们虽然大部分解放了 但是还没有彻底解放 作为还有结果罪在 不让我们反对我们建立新中国 最终经过大会代表热烈的讨论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共同纲领 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 决定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决定国都在北京 1949年10月1日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田富达作为唯一的高山族代表 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登上了 庄严的天安门城楼 参加了开国大典 我们台梦的同志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周边的人都很多了 都是互相 有的人是开会的时候 有个交流 有的人虽然是代表 但是没有 因为留别多人来 不可能没人都 当时互相都 都有个牌子 有个正确的跳子 有个正确的跳子 我们都一见面 都很热情的 所以我们什么都 当时也鼓不了讲很多了 因为对场面 这个场面那么大的场面 那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就鼓不了周围 我们自己就很少说话 下午十五时 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 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我们正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我们正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是很感动人 人民账战的证券 这个确实是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 因为中国人是从亚平战争开始 吸收了多少革命人士 终于解放了 终于拿到了证券 所以大家心里为一个暖洋洋的 就叫做 就叫做 站立起来 毛泽战在这些开幕式的时候 就讲这一句 就是中国人民从这站立起来了 这个也是很感动人 当时我们都流泪 乐队 义勇军进行去 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 在首都北京冉冉升起 这一场景 永远都镌刻在了 田富达的记忆里 深国旗我也是流泪的 看到了一面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红色是烈士们的鲜血 由无数人烈士们的鲜血 燃起来的 因此呢 这个中国人民能够解放 有了自己的证券 很感动 阅兵式完毕 已经是傍晚时候 群众游行在这时开始 直至末年 田富达仍津津乐道于 当时的建门 群众游行 游行完了以后啊 这个广场上 三十万人 当时广场没有现在那么大 广场里边 里边还有不少人 也三十万人 从北京湾南往西 但往东 北京湾南往西 这一块 后起来我三十万人 都用上天安门啊 汉毛这些晚睡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晚睡 这个这个是新的佛特兰 也是很久的 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 而 review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